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宣布紧急状态 巴黎奥运性别之争 华语圈莫中一事 伊朗可能袭击以色列 美国紧急劝和中国力挺伊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更多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节目开始 我们首先请陆阳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 陆阳 好的宇宙 首先关注俄乌战争 乌军在俄罗斯本土扩大战果 俄罗斯又一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在乌克兰军队的猛烈炮击下 俄罗斯别尔戈罗德的边境地区 星期三8月14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乌克兰军队对接壤的俄罗斯 库尔斯克地区实施的大规模跨境突击行动 进入了第二周 比尔戈罗德州州长维亚切斯拉夫 格拉德科夫形容当地的局势极其困难和紧张 俄军的攻击摧毁了当地的房屋 造成了平民伤亡 当地居民恐慌不安 在狱中服刑的香港民运人士周嘉诚 和他的律师胡勇斯 在未经御方同意下 将投诉信带出监狱案 被认定罪成之后 星期三8月14日 分别被判处三天监禁 和罚款1800港币 路透社报道说 周嘉诚的辩护律师谭俊杰表示 周嘉诚将就定罪及刑期上诉 法庭批准他以1000元就本案保释 但他继续就另外的案件服刑 加沙停火谈判周四恢复 加沙及西岸继续发生战斗 在谈判人员准备就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 达成停火协议恢复讨论的同时 加沙和西岸的战斗持续了一夜 来自美国 卡塔尔和埃及的国际调解人员 定于星期四开始新一轮谈判 但是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仍旧紧崩 伊朗及其盟友就黎巴嫩珍珠党 一位高级官员在贝鲁特和哈马斯 政治领导人哈尼亚在德黑兰被杀 威胁针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以色列宣称对贝鲁特的行动负责 但是没有承认在德黑兰的刺杀 尽管以色列被广泛认为 执行了在德黑兰的行动 美国海军在印太部署最新款 超高程空对空导弹 重新主导投射优势 有关专家表示 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部署 新型超远程空对空导弹 可能会削弱中国在空中射程方面的优势 这是美国在该地区高度紧张局势下 加强对投射力量关注的一部分 路透社星期三报道 由现成的雷神公司生产的标准六型 SM-6防空导弹发展而成的 空对空导弹AIM-174B 是美国部署的有史以来射程最远的此类导弹 今年7月得到正式承认 基里巴斯选民星期三8月14日前往投票站 进行全国选举的第一轮投票 这次投票被视为 这个南泰岛国对生活成本上升 和政府侵华政策的一次全民公投 第二轮投票定于8月19日举行 中国官媒《中国日报》星期三报道 中国在殡葬行业发现了广泛的腐败问题 包括殡葬用品回扣 开具虚假火化症和占用墓地等 涉及许多殡仪馆管理人员 和殡葬管理部门官员 就在上个星期 骇人听闻的尸体盗卖丑闻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中国律师伊胜华在微博披露 据山西警方调查 山西奥瑞公司涉嫌从各地 非法购得数千具尸体 转制成生物材料产品 再卖给医院 其中大量尸体来自殡仪馆 最后 前中国海军艇长 因未经许可进入台湾遭起诉 一名曾担任中国海军艇长的 中国籍软性男子 因非法驾驶快艇 进入台湾北部淡水河流域被捕 星期三 8月14日正式被起诉 不过 台湾检察官在调查后认定 他的偷渡行为 无涉及其他军事或国安等犯罪 宇州 好 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 请登陆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 巴黎奥运 两性别争议拳手 夺金华语圈 莫中一事 我是宇州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2024巴黎奥运会上 两名深陷性别争议风暴的拳击手 最后都顺理夺得金牌 这两名拳手 一位来自台湾 另一位则是击败中国选手称冠 这在华语圈引发的评论可以说是 莫中一事 详情请听致远 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 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致远 好的宇州 由于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拳击协会的矛盾 林宇婷和阿尔及利亚拳手 伊曼哈利夫在本届奥运会中 遭到性别争议缠身 国际拳击协会主席克列姆廖夫 通过视频声称 哈利夫和林宇婷 已经接受了基因检测 显示他们是男性 克列姆廖夫去年曾于个人电报频道 指称两人有XY染色体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 则为哈利夫和林宇婷辩护表示 我们两位拳击手生来就是女性 以女性身份长大 护照上著名女性 台湾总统莱清德在林宇婷夺冠后 与脸书发文表示 面对恶意不实的造谣 台湾人无论是政府或民间 不分朝野党派都团结一致 拒绝让林宇婷成为虚假讯息攻击的对象 主办跨海直播派对的新北市市长 不久前还是国民党籍总统候选人的侯友宜也强调 奥运期间外面不断恶意诋毁林宇婷 她拿下金牌让这些人都闭嘴 侯友宜同时宣布8月12号为宇婷日 感谢这位新北的女儿为这块土地的付出 曾是台湾拳击国手的陈宗俊 同时也是林宇婷的第一任陪练员 两人从初中相识 至今16年 陈宗俊认为 几个对手都是因为心知 打不赢林宇婷 所以就用抹黑的方式去影响舆论 试图打乱林宇婷的节奏 说穿了就是在打心理战 陈宗俊向美国之音表示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林宇婷的教练曾自强 在巴黎接受采访时表示 要特别感谢JK罗琳 让林宇婷成为这阵子的流量密码 也让正面拳击金牌声量这么大 林宇婷母校教练 郭坤伟在台北收访时也说 罗琳所说的这些话语 我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名人 所有事情他都不了解 他没有经过查证 我会觉得这是很不妥当的事情 我还是一句话 宇婷她就是女生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或许是基于同事天涯沦落人的因素 当同样深陷性别争议风暴的 阿尔及利亚拳手哈利夫 在早一天夺得女子66公斤级金牌之后 台湾民众仿佛也感到骄傲 然而 哈利夫在决赛中击败的对手 正是来自中国的杨柳 中国网民对于哈利夫自然是 极尽挖苦之能事 微博大V 戴宇肖说 我们运动员身体素质跟XY 一直男性染色体对手 还是差太多了 据广东网民一颗来自深山修行千年的 板蓝根的说法 包括官媒央视在内 等多个体育平台的解说员 都特地地强调女选手 暗喻哈利夫就是男的 对于自家选手败给哈利夫的愤愤不平 自然也迁入到同样被视为XY的林玉婷身上 林玉婷礼拜一则发表声明 表示针对国际拳击协会及网络上的不友善言论 已经用奥运金牌证明 不需要再透过法律诉讼去证明什么 对比华语圈与舆论圈 针对两位选手南辕北辙的评价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尹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这反映出两个社会对于性别意识 价值观不同的结果 他说 他们可能第一个反应会用这个种族歧视来做回应 而不是以性别 台湾的回应就是蛮明显 它是会强调多元啊 股市价值这种东西 所以两个社会的价值观 虽然是拥护自己的这个选手 不过程式和论述会不同 好 谢谢致远 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 发自台北的报道 巴黎奥运两性别争议 全手夺金 华语圈莫中一事 我是宇周 请您不要走开 接下来 箭在弦上 伊朗可能袭击以色列 美国竭力劝和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实时经纬 我是主持人宇周 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发言人 当地时间星期二 分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正在密切专注于通过外交手段 缓解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 美国并且重申自己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 坚如钢铁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两位发言人 做出了何种表态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 维丹特·帕特尔说 正如布林国务卿反复说过的那样 任何报复都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 帕特尔说的这段话 等于是说美国正在劝和不要动手 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 帕特·莱德少将是这么说的 美国仍然高度专注于 缓和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同时也专注确保停火 为人质协议的一部分 目的在于将所有人质带回家 并结束加沙战争 事实上星期四是原计划 以色列和哈马斯就加沙人质 和停火协议进行谈判的日子 那么现在呢 暂时西线无战事 加沙停火谈判呢 当地时间星期四已经恢复 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 维丹特·帕特尔还说 我们一直在与盟友 与合作伙伴进行密集的外交活动 他们帮助我们向该地区传达这些信息 包括通过多个方式 直接向伊朗传达这些信息 像是我们正在通过一些对口电话 国务卿不仅在昨天 而且在过去两周内 都参与了这些电话会议 我们还直接向以色列出声 我们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 坚如铁 我们将继续保护以色列 免受伊朗及其支持的 恐怖组织的袭击 就像我们将继续保护 美国人员一样 那么这一段话的重点 在后半部分 意思非常明确 就是说伊朗如果动了以色列 就等于是动了美国 与此同时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 莱德少将还说 此外奥斯林部长还命令 美国组织亚号导弹和潜艇失望 中央司令部责任区 这些美国军事力量态势调整 旨在提高美国军队的保护能力 增加我们对以色列防御的支持 并确保美国准备好 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在同话中 奥斯林部长与加兰特部长 还讨论了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 以及减轻平民伤害的重要性 确保停火协议的进展 释放被关押在加沙的人士 以及我们为阻止伊朗 里巴嫩真主导 以及其他与伊朗结盟的团体 在该地区发动侵略 好那么这段话的意思呢 简而言之就是 美国的航母和战机呢 也不是吃闲饭的 已经建在闲上 听众朋友 总之呢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局势火爆 美国呢是忧心忡忡 正在出手努力灭火 与此同时呢 中国方面也有一番说辞 不过呢是截然相反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 支持伊朗捍卫安全与尊严 有评论问呢 中国这是在灭火还是拱火呢 这是我们接下来将要关注的 我是宇舟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是主持人宇舟 在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之际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8月11号的时候 与伊朗代理外长巴盖里通电话的时候呢 根据中方的新闻稿 他是在电话中这么说 中方坚决反对 并且强烈谴责暗杀行为 中方支持伊方 伊朗 依法捍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 支持伊方努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愿同伊方保持密切沟通 那么北京在这个时候的表态呢 是给紧张的中东局势降温 还是拱火呢 下面我们来听美国之音时事 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平章 对话美国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 和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前主任刘德海教授的精彩片段 首先我想来请教刘德海教授 我们那么王毅在这个时候 跟伊朗的代理外长说 中方支持伊方 这算是变相的鼓励伊朗去实施报复吗 我们需要把整个句子连起来 前半段确实是因为以色列到一个主权国家去杀 杀着这个外面的人 所以这个是违反国际法的 也是不尊重这个国家的主权 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讲说 这个是纳川纳胡故意要击 这个激将法 要逼这个伊朗上去跟他打 那美国 这个以色列才有借口去攻击伊朗的核武设施 所以说这个部分 所以中国大陆就提到了 就是讲说是 他有捍卫主权的这个权利 没错 但是后面他强调的是 如何维持这个区域的和平安定 这个就是来讲 其实很明显的 中方也非常担心这个地方会发生 因为伊朗的没办法忍受 以色列的这个 等于当的面的侮辱他 而采取了更激烈的这个军事的行动 而导致了伊朗受到以色列的重创 甚至美国的加入 这些都不是中方所乐见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整个中东来讲的话 就更不利于这个中方 刚才刘德海教授说 中方担心伊朗会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 王云光教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 我觉得因为目前中国在中东 有很多的利益 就是不光是说有这个石油的利益 而且还有一带一路 因为中国已经跟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 都签署了这个共建一带一路的一个合作文件 所以说以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也不希望中东的战事升级 那不光只有中国 美国跟其他的西方国家 也都希望能够避免这个战争升级 所以可以看出美国派这个潜艇 然后这个航母到中东 主要就是说 他明白就讲就是要de-escalate 我要把这个整个冲突给降级 所以说这个是目前几乎是除了以色列之外 其他的国家的一个共识 那中国他也一直很想要在中东 增加他的一个影响力 因为他在中东有不少的利益 所以他前一阵子他也斡旋促成 沙特跟伊朗恢复外交关系 所以中国是让他在中东一直有一个利益 但是他遇到一个困境就是让他能够用的筹码 没有像美国那么多 因为毕竟在中东美国的影响力还是最大的 听众朋友 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庭章 对话王元刚和刘德海的精彩片段 王毅称中国支持伊朗 这是灭火还是拱火 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 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 发表见解 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大选 哈里斯和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 针锋相对 我是宇舟 请您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 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 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 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 我们失去了信任 在危机时刻 我们的梦想 希望 和期盘明天更美好的祝愿 赖于新闻自由 在美国之音 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 是人们冒险去关约的 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 并办以事实真相 在美国之音 我们向您展示 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 时事经纬 移民是即将到来的 美国大选的首要问题之一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强调的重头戏 是他在当检察官时候 所获得的成就 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则是抨击现任政府 也就是民主党政府的过往记录 特朗普还承诺将大规模的 驱逐非法移民 详情 请听美国之音记者 爱琳·巴罗斯的报道 在竞选过程中 副总统哈里斯强调了 他作为检察官 地方检察官和加州总检察长的背景 我和执法人员一起穿过 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之间的地下隧道 我追捕非法进入美国的跨国团伙 贩毒集团和人口贩运者 我一次又一次的起诉他们 最后我赢了 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期内 修建了超过80公里的新边境墙 将年度难民入境上线 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并实施了将儿童与父母分开的政策 今年11月 美国人民将对比这些记录 他们会说 边境沙皇哈里斯 你做得很糟糕 你是我们国家的耻辱 你被解雇了 离开这里 你被解雇了 出去 移民问题是本次总统选举的热点问题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一项调查发现 50%的受访者表示 大量移民对美国构成威胁 尽管略多于半数的美国人 支持修建边境墙 并在美墨边境驻军 但大多数人反对大规模驱逐无证移民 由于国会未能通过移民改革 无论谁任总统 国家仍然依赖于行政命令和法规 在我们所处的政治环境下 艰难之处在于 行政命令总是会引发诉讼 国会又不愿意采取行动 哈里斯承诺支持边境安全立法 并强调了特朗普在今年早些时候 参议院两党法案失败中所起的作用 他搞砸了两党协议 因为他认为这会帮助他赢得选举 这表明特朗普并不关心边境安全 他只关心自己 所以这是我对你们的承诺 作为总统 我会让被特朗普扼杀的边境安全法案重新回来 并将其签署为法律 特朗普的共和党盟友敦促他把重点放在 他们认为他比哈里斯有优势的领域 尤其是移民领域 特朗普继续呼吁驱逐无证移民 并批评拜登哈里斯政府 实行他所说的开放边境政策 只要你们投票给我 通货膨胀就会停止 非法移民就会被遣返 他们不会来了 我们必须阻止他们 你们看到他现在说的了吗 哦 我们的边境状况很好 太好了 他们的边境问题是世界历史上最糟糕的 6月份 美国边境巡逻队记录了 大约13万例非法移民事件 高于疫情爆发前 特朗普在任的最后一年 也就是2019年同月的10万4千例 但同时也低于2023年12月最高峰的 超过30万例 听众朋友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 爱琳·巴罗斯的报道 哈里斯和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 针锋相对 好 节目最后呢 我们将来关注中国电动车打遍天下 藏了什么秘密 马上回来 当今 真相为重 掌握全球脉动 只要点击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积来 追踪政治动向 体验真实生活 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 现在就下载VOA Plus应用程序 VOA Plus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节目最后 中国去年汽车出口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 其中呢 电动汽车遥遥领先 那么中国电动汽车为什么能够打遍天下而貌似无敌手呢 独立专栏作家蔡慎坤告诉美国之音 劳动力成本是关键所在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专访专栏作家蔡慎坤的精彩片段 瑞士银行发表的一个分析报告指出 说中国生产的这个大众RED系列这个车型啊 被经销商直接平行出口到欧洲 即便加上运费和关税 也比欧洲当地生产的大众RED这个价格低三分之一左右 而且欧洲本土品牌的其他同款车型的生产成本也大概都是如此 那么我来请教蔡先生 中国这个电动车的价格优势的秘密在哪里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刚才在上面的话题里面呢 已经讲到主要是在成本控制 中国的电动汽车啊 它的价格的优势啊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 主要是因为呢中国有一大批啊 任劳任怨的这样的汽车产业工人 我们看到你像去年吧 美国的汽车工人是长期时间的这样的挂工 最后啊 在美国的几大汽车公司啊 没有办法 只好啊同一涨心 尤其是福特 福特把这个汽车工人的 它的基础的工资啊 涨到了每小时啊 28美元 流水线的工人啊 在这个最高的时期呢 已经涨到42.6美元 这样的一个水平 因为折祸人民币啊 那就是每小时310块钱 这个工人呢 如果是呢 每周只是正常的上班 他可以拿到多少钱呢 相当于人民币啊 12400块钱 就是每周的这个工资啊 而在中国我们知道 中国的汽车工人的工资啊 还不到25块钱的人民币 有些啊 甚至啊 只有20块钱 每小时 特斯拉呢 在这个行业里面呢 稍微的还算好一点 但是呢 也不够呢 七八千块钱的基础工资 如果加上奖金啊 金贴啊 还有这个加班费啊 等等的 他对着 美国的这个收入啊 也就是那一万块钱人民币的上下 这跟美国比起来的话 你想想 美国一周工人的工资啊 汽车工人的工资啊 那就远远的超过中国啊 这个汽车工人啊 一个月的工资 这样的一个价格优势 它当然呢 就会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上 但是目前呢 我们看到啊 中国国产的 包括合资企业产的 很多的这些汽车 包括燃油车 他能够出口到欧洲市场 那以低价啊 能够销售 能够占领市场 这是一个呢 最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秘密 主要是呢 人力成本的优势 听众朋友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 专访专栏作家蔡盛坤的精彩片段 中国电动车打遍天下 藏了什么秘密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 请登陆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 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 今天的编辑是陆阳 导播致远 我是宇舟 感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